大家好 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這是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先弄好一點頭 今節放上YouTube 是啊 今節又講你們很喜歡的疑嬰話題 我都知道你們最喜歡 是不是 是你很喜歡 雖然的確之前有人在chairroom 我馬上說是不是講疑嬰話題 好像有疑嬰的話題給你們 我們是疑嬰星期三 我還找到它這件事的來龍去脈究竟是怎樣 厲害 厲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個叫做小紅書壽司事件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連我也看到 我覺得應該都 應該有人看到 因為我很少 我是不是太留意疑嬰話題的 還有我經常都覺得不是也是那些 他們經常都在吵嬰話題 又是這樣 但這次這個我覺得有信義 對 所以我有看到 還有留意到 還有記得這件事 是啊 大家可能會看到一個小紅書壽司的新聞 因為已經有些報道 是啊 原來有報道 其實上個星期我都納到的 我猜不到居然會上報 是啊 我是看到那個 然後很慘 那個人被人丟到犯了 是啊 雖然那些有點疼 是啊 這樣就說什麼 已經說什麼壽司店開小紅書 周圍插啊 這樣就說有人在英國就開了個壽司店 這樣就有小紅書分享 就是它是什麼東西 它自己的page 不是 它自己開了不同的社交媒體 都開了page去宣傳自己的店 是啊 然後就被一大堆同路人圍插啊 你知道英國那些香港人全部是黃絲帶的 就被人插了 那就糟糕了 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說相當的精彩 所以我們今天都決定要講解一下這件事情 是啊 大家可能都會看到 就是 早幾天有人share了一個post 說它自己在小紅書那裡開了一個page 推廣他們的壽司 在英國開了壽司店 然後就引來黃絲帶圍插啊 這樣 因為其實它那個報導 是因為呢 其實它在那個關注組 有一個group 就叫做英國壽司關注組 跟著 就 其實它自己不衝出來講 我都找不到這件事的源頭 它就說有個很熱烈的討論 在這個關注組裡面 就是在那裡討論究竟商家 應不應該用小紅書 或者如果你用小紅書的話 不是 用小紅書的話就會被人罵 跟著呢 它就說 我其實都是一個 喜歡和人分享美食的師奶 開一間小壽司店 跟著它就不覺得用 就是要用不同的social media 就是死罪 它就覺得自己 for這個promotion的原因 要promote自己的店 你就要用不同的social media 開account 然後它就說 如果用不被喜歡的平台 宣傳和歡迎不同國籍的客人 就會被人標籤的話 這個默太就認為絕對是網絡 欺凌抹殺所有人的努力 因為它就覺得自己來到英國 你開一個店 你當然是盡量多你的宣傳渠道 但是因為之前有件事 剛才說之前那件事 就有件事就是人們是吵到 如果你的店是有用小紅書的 有用那些大陸的social media we chat whatever那些的話 我們這些黃絲 但是我們香港 我們英國的香港人 就要抵制那些店 總之是吵到一個這樣的點 然後這位默太就說 我都有用這個 有開這個小紅書的帳戶來宣傳的 然後它這樣衝一衝出來 然後就被人屌到犯了 然後其實它還有一些討論 還在爭論 然後它就說它跟壽司師傅 就是兩家人一齊過來英國 然後我不知道究竟它說 它的壽司師傅 因為它有一點點 它那個壽司師傅 應該可能它之前是抗爭者 還是不知道什麼的 這些credit出來 就是它有叫人 你搜尋一下我們的師傅 就知道究竟是為什麼要過來英國 那些都是很黃絲的東西 那我沒有去搜尋 然後就說 你不可以說我們不是一些同路人 因為我們的師傅應該都 可能付出很多 類似它那個圓外之音 就是講到它的師傅應該是有為香港 不知道 出過一分力的 然後它就說 而且它請的同事全部都是一些移英港人 那它就覺得不應該 因為它有一個小紅書的 account for 它的商戶 然後就要被人抵制 是的 這樣 是的 出現了一個這樣的狀況 那就是一樣的討論 然後呢 但是原來再看回那個時候 原來還有前一個 前一個事情出現 那就是最初 為什麼這個人 會突然說自己都有開小紅書呢 是 那原來就是之前 事源 之前就有另一個人 就是一個英國壽司 關注組裡面 就貼了一個post 這樣就出了個截圖 就說 記得來小紅書找到我 聽到那個中文都覺得怪怪的 是啊 這樣 然後就說 它這個壽司 這個真會限定就是海膽 小紅書的朋友們 你們我吃海膽嗎 我們的海膽來自冰島 你一定能品嘗到它獨特的孔田 這樣 什麼什麼 這樣 然後就是有人在那裡 宣傳 裡面全部都是簡體的 這樣有人就在裡面宣傳 還叫人家 在Facebook群裡面 叫人家去他那個小紅書那裡 是 有趣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一點點 實在 因為他不認識這個人 是啊 因為我們後來看到 原來這個人是鬼佬 然後就被人罵到犯 然後 他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被人罵 是啊 然後原來是一個鬼佬來的 他是一個鬼佬開壽司店 然後開了一個小紅書的page 然後再開了他的圖 然後在Facebook 他們找到壽司的群組 然後看到 壽司群組就去銷售自己的壽司店 是啊 因為他就 打擊那些中文 是 那他就想著 就是他就自己不懂中文的 是啊 我相信他都不懂英文了 他不懂的 是啊 但是呢 就是那些鬼佬 你知道鬼佬很喜歡吃壽司的 是啊 對不對 然後他就有一間壽司店 接著然後呢 就打擊去不同的亞洲人 尤其是他覺得 哎呀你們全部人都一樣的 他覺得亞洲人都喜歡吃壽司的 嗯 他管什麼什麼 中國、日本、韓國人 是啊 然後就到處去宣傳 所以他都會有個小紅書 這樣 因為你知道小紅書在大陸人那裡 威力很大 尤其是英國的大陸人一定會上小紅書 所以他就一定都會在小紅書上面宣傳 這樣 這樣 然後他就卡了 放上去英國的壽司 他就有2個帖子的 應該可能被人吊得厲害 因為然後人家再卡了他的帖子之後 再在那個帖子下面再罵 是啊 是啊 跟著被人卡了出去罵 那居然之後 他都就是目定口呆啊 那個鬼佬 就是啊 然後總之他就用英文這樣 在這裏問 想知道究竟我做錯了些什麼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麼生氣 這麼多負面的reaction 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沒有寫 我就是寫錯了些什麼 還是怎麼樣 我做什麼 大家為什麼這麼生氣呢 這樣 因為他的中文全部都是google translate 他不會看的 是啊 他以為是不是translate 會不會出錯啊 是啊 他就說 I write something wrong 所以他都放棄翻譯 他就決定用英文寫完它 是啊 他就用英文去問大家究竟發生什麼事 是啊 我就問一下大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 然後然後就發覺 原來因為是這個政治問題 他後面都道歉 那你除了道歉都沒有什麼做 是啊 然後他都不認識 他覺得全部那些 總之你那堆東西 就是你那些 中國的社交媒體 是啊 然後他盡力被殺了 那個鬼佬這樣 但是這個 就是叫香港人的小紅書 那個事主 就是看不過眼 是 因為他都同樣 又開壽司店 又開小紅書 是啊 所以呢 他就出了這個post 就是 你們不要再罵他 你們出來罵我 你要罵罵我 耶穌這樣 你明白嗎 我唯一是理解不到 為什麼他要衝出來被人罵 就是他就是耶穌這樣走出來 你們哪個人沒有犯錯 就出來拿石頭扔我 拿石頭扔我 是啊 哈哈 哈哈 是啊 這個小紅書事主 就叫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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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就是那個post 就是剛才說那個鬼佬 就在那裡share他的小紅書 這樣 然後就說 就是如果 就是我們的商家用小紅書 不被人支持 就會被人唱衰的了 就說一下他的看法 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在那裡說他和他老朋友叫做Brian 就在那裡開了一間這樣的壽司店 這樣 就在那裡說他們又很黃 這樣 然後就在那裡說 在英國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 都在那裡很努力的生活 那所以 我們都要用各個方法去share 就是自己去累積人氣 這樣 我理解 是啊 那只是說 就是分享這個List那裡有一間香港人開的日本餐廳 這樣就可以滿足到大家 這樣 就是叫大家不要攻擊那些人用小紅書 這樣的說法 是 就是我覺得 你去到英國的話 你的target customer 你不只是香港人的時候 其實 你又用了那些這樣的小紅書 那些我都覺得某程度性情有可原的 就是 但是他就被人剷爆了 是啊 因為他自己衝出來說 自己用小紅書 我又覺得 是啊 然後又被人說 你賺錢至上 你用小紅書 然後又說 你是不是拿BNO visa過來的 你拿了BNO visa過來的話 就 不要用小紅書 你用小紅書 大家就知道你的目標客戶是什麼人 免得搞不清楚 走進去這麼尷尬 然後又說 你用小紅書推廣給不同國籍的人 你自由的 不要情緒勒索我 因為他覺得 他用小紅書 因為事主就說 如果因為我用小紅書 然後你就去 因為我用小紅書 而去唱衰我 圍攻我 那就覺得是網絡欺凌 跟著 兩邊就在那裡吵 是不是 情緒勒索 我這樣又叫欺凌你 這樣那樣 在那裡吵這些 是啊 我覺得 真的 在英國做這樣的生意 真的很難 大家千萬不要嘗試 在英國做生意 我覺得你打工就好 這些人 要不就不用做 要不就 他就只是打工 就完全可以避免做大陸人生意 我其實覺得 你去到英國之後 你怎麼避得到大陸人呢 是啊 你全世界都避不開 我覺得 因為如果在香港來說 如果香港有一間店 他主要賣 他的社交媒體是小紅書 如果在香港來說的話 我都會抗拒 我都會不進去的 如果例如他的門口 貼那個宣傳 就說我在小紅書 有多少人喜歡我 那些那樣 那我就會不進去 香港都有啊 有餐廳 如果是在香港 就會這樣 但是如果去到英國那一 我就覺得 我難道只是做你香港人生意嗎 我只是做你那幫黃絲生意嗎 我難道不做其他人生意嗎 那是不可能的吧 還有真的要在英國去做生意 那些人不明白做生意有多難啊 你很明顯看得出來 那整班人都好像不用做那樣 是啊 然後就在那裏 在那裏說什麼 你這樣就不對了 只是貴賺錢 其實在這個世界上 很多地方做生意 其實真的是出份量的 就是 吐血都是出份量的 不會賺大錢的 是啊 尤其是你這樣 你一個外國人 剛剛過來新開一間壽司店 是不是 你不是開到好像英國那些連鎖壽司 那些什麼媽媽那些 那些什麼 挖家媽媽那樣 這麼大 那間很難吃的那間叫什麼 死了不記得 那間連鎖買外賣的 然後 她的裝修有一點像Pred的 不知道 但是她是賣壽司的 挖家媽媽 挖家媽媽 挖家媽媽是堂食的 挖家媽媽貴一點點的 有間是到處都是 然後 又不是說到處都是 有很多間的鏈鎖買外賣壽司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真的難吃 很入 哈哈哈 我喜歡賣了 我看到她吃了那些評論之後 然後就沒有辦法再更新了 被攻擊 是 我純粹是壞了 因為我知道剛剛有些評論 然後是吃了 哈哈哈 我剛才看到Sayaqa的評論 她吃了 真的慘 是 然後現在就說到 不斷被人攻擊 但是我覺得 你在英國的時候 真的要生活 真的很艱難的了 已經 然後就在那裡 她又要給黃絲逼你 你只能夠 你的標準觀眾 只能夠 就是黃絲 但是更加高難度 你英國的黃絲 根本就不夠多 已經很多 但是英國真的很大 你英國的黃絲 那個密度 怎麼都不會在香港那麼多 你在香港 你勉勉強強 你都還可以靠黃絲 圍到皮 這樣 但是你在英國 近乎是不可能的 你沒有辦法 你新開的店鋪 你沒有辦法 盡量在多些渠道那裡宣傳的嘛 是啊 跟著之後 你還要 你去到那些 生卡的地方做事 就 工作又更加高難度 你那些人口密度這麼低 就是說你連想 我只是做街客生意 那你這條街都沒有人 那Lead都大城市 但是看一下他開在Lead的哪裏 看你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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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開在Lead的 City Center那裏 那裏就很OK的 但是 但是 我不見很多黃絲去Lead 我見那些黃絲 是喜歡去Manchester 和Birmingham的嘛 有錢那些就去London 很有錢那些就去London 是啊 像湧巴一樣 是啊 很有錢就去London 如果這麼有錢 就不會現在才移民 跟著我見過那些Choice 都是Birmingham 是Manchester和Notting是不多的 Lead其實真的不覺得 有很多人去Lead的 就是看那些Ying Group 所以也都 難道我真的只是Serve你 你是不是每一餐 你那些黃絲 你是不是餐餐都過來我店裡吃飯 最划算就是 那些人本來就什麼會幫襯 多多野哥 他都是其他 大家不同的地方 他們又不是全部都是Lead的 跟著吵到你飯 跟著 還有有一點點是 他會有一點點 勒喪那個Group裡面的其他人 就不要去吃 就是他們會在其他的Post那裡 都提起這家Sushi M 就是去吵咬他 就是在承認著他 是呀 在其他Post那裡就吵咬他 是呀 好像那個鬼佬那樣 那個鬼佬都很無辜 他什麼都不知道 是呀 跟著那些人有些都原諒了那個鬼佬 就是解釋了給那個鬼佬聽 跟著就好像原諒了他 是呀 跟著但是Sushi M 就不能夠原諒了 就是這個鬼佬完全有可原 還有解釋了給他聽他明白 我們就不罵他 但是Sushi M就不同了 Sushi M又醜串 你作為香港人 作為BNO Visa的香港人 你到英國的創業 你竟然用小紅書 就是罪該萬事 所以去到外國呢 要做這些小生意很困難 我覺得很多都很瘋狂 就是 你還是有時候看那些遺英Group 你是不知道 他們的堅持又很奇怪 其實很多那些遺英那些人 臨去英國之前 你都不知道買了多少大陸的東西 或者淘寶了多少東西 運過去 有些是淘寶幾十雙三運過去 像是夠了 跟著又去買那些電視盒走過去 是買電視盒 買電視盒 個個都買那個什麼什麼盒子走過去 跟著然後但是去到之後 跟著就說我要買那些東西 是要NMIC Not Made in China 我拒絕買一些Made in China的東西 但是我還有什麼都不帶過去的 有多少是中國呢 更何況現在就變了在壓迫其他人 是啊 你會被人罵 你用小紅書會被人罵 如果你買東西 你買了Made in China的東西 你會被人罵 如果你去過那些所謂的中超 如果你不知道那間中超 如果那間中超是香港人開的 OK 如果那間中超是大陸人開的話 你去了那間都不會被人罵 你去到那裡 你想吃月餅了 但是只是買了美心月餅 繼續被人罵 跟著又或者你那個超市是香港人開 跟著裡面有一些簡體字又被人罵 如果你的超市是香港人開 但是它又入貨入美心月餅 這間就要blacklist grilleSwные 又或者你有那些大陸的醬料 被人看見裡面有貨乾媽 噢 你想做大陸人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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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blacklist 是的 就算是香港人開的店 不准買那些東西 是的 但是自己買東西的時候 偶爾光光光光光大陸人開的店OK 是的 我都是被迫的 因為選擇實在是沒有選擇 我就真的 如果是這樣 就是你不要這麼double think的話 就是如果說真的 因為我自己都是一個 挺偏向嘗試努力 不買made in China 的東西的人 但是我就算去到美國之後 我以為我可以避開到多些made in China 終於到最後 因為如果我在香港有食物類的東西 我會盡量買 不是就算可能乾貨那些 可能我會買台灣 但是我去到美國的時候 我根本就沒有選擇 例如我要買花椒八角 買不到別的地方出產 我真的只是買到China出產那些 我沒辦法買的 我一輩子都不能吃花椒八角 是的 尤其是那些地方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 就是那些 可能他們的能力比較高 比較有錢一些 那就可以選擇多一些 但是如果不是有時候 就是經常動一些就在那裏罵人 因為你有時候可能有些會 分享一下 哇 這些這樣的 濕性的東西 很好用哦 很實用很抵用哦 然後就有人在那裏罵人 這些都是在大陸做的 是的 然後又被人罵 哈哈 所以在那些 英國香港人群 基本上你分享什麼都會被人罵 好慘哦 好大壓力啊 是的 危險啊 哈哈哈 有時候你分享一下 某一些新型的產品 它又跟你說 它是大陸做的 是啊 你買iPhone又不見 你就可以說它大陸做 是啊 是啊 哈哈哈 iPhone寫著 Assembled in China 是啊 你又不拿出來說 癡癡你 然後其他人 人家分享任何東西 都一定會被人說 這個米又是什麼in China 你分享那家店 也會被人罵 那家店是藍絲 但是明明那家店 可能都是黃絲 只不過 他剛好真的有賣一些 他們認為是藍的 哈哈哈哈 是啊 你開超市那些 基本上死硬了 你都不知道可以賣什麼東西 我哪裡找那麼多黃的月餅啊 然後你找到那些 那些黃的月餅 他們又賣不起的嘛 都 譬如你找到那些東西 不是在大陸做的 那一定是貴很多 是啊 然後那些傻子又買不起了 他買不起又在那裡 我支持你啊 但是不會 我支持你啊 哈哈哈哈 我很支持你的 我支持你的理念 哈哈哈哈 我心靈上支持你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但是我不相信我支持你 是啊 我支持你的 只不過我就不買了 是不是呢 我精神上支持你 我會多些幫你宣傳的 是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看那些閹光餅 對啊 所以我覺得如果做食品 是應該做食品的商戶 真是好 不知道可以怎麼算 哈哈哈哈 是啊 黃絲帶就是 他們還維持著那種精神面貌 他們的心智還停留了幾年前 我覺得你在 我反而真的說 我覺得我在香港 我要硬 真的 我有錢的 我要硬避開所有 製造在中國的東西 是可以的 反而去到英國 或者美國 去到外國 我又算有錢的話 我都未必可以做到這件事 是啊 那個category沒有 是啊 因為它沒有別的選擇給你 就是我在香港賣東西 我可能給貴一點 給多一點錢 我不要中國的 我買台灣的 或者 made in India 都好 可能我給多一點錢 可以做到 但是真的去到外國 你可能 那個問題是 人家入口 真的只有這個牌子 入口了來英國 你例如食品入口的話 你不是隨便可以入口的 那只有這個大陸牌子 入口了來英國 那我平時幫忙 開那些 什麼台灣牌子 馬來西亞牌子 它都沒有入口進來 那沒辦法 我真的買不到的 是啊 還有其實 不只是英國 都 made in China 全世界都多 全世界都多 沒有辦法的 你一個地方 又要夠便宜 質素又要夠高 你只能夠 made in China 你有時候其他地方做 你做不到那個質素的 等於都是那句 你的iPhone 你有得避開 要 not made in China的iPhone 是啊 譬如 你們可能會 有時候有些黃絲 又會在那裡 發了一輩子的夢 在那裡玩什麼 其實越南去什麼工廠 什麼印尼 都急起直追 他車衣 車到那條線都出世界了 我就算好 我接受那個差的質素都好 但是有些事情 真的那些地方沒有做的 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 世界上可能那些床 真的只有中國有的 是啊 有時候有些事情 你試過 就是同一樣的產品 你試過其他國家做 真的那個質素差很遠 是啊 就是可能同一樣的質素 我試過同一樣的產品 印度做的真的差 過大陸做很多嘛 就是可能那個價錢是相近的 但是那個質素可能是 可能兩三倍的這樣 那你怎樣可以是 就是不用它呢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 你的原材料 就是例如 好 我當例如那家 是黃店 在英國的黃店 那樣 那例如它賣牛腩 都是拿回這個花椒八角的例子 因為我在美國裡面 我真的足之 那些比較 就是Made in China的 我記得我真的 沒有辦法找到其他 就是花椒八角 我覺得英國也未必有 不是中國的花椒八角的 那它又是丟了 牛腩 拔了出來 然後給你吃 是啊 哈哈哈哈 還有譬如我在美國 買過夏孚草 我都找不到 不是大陸的 是啊是啊 哈哈哈哈 你找不找到有日本出產的夏孚草 找到我買 找台灣出產 馬來西亞出產 我買到馬來西亞出產 應該是鹹魚 我總之 哈哈哈哈 就是香港可能都還會買到 你在美國真的沒什麼可能 神經病 是啊 我連買菊花茶的菊花 我都找不到 不是Made in China 是啊 是啊 你在香港反而有機會有 香港有 香港有 是啊 是啊 但是 因為香港如果你要不買 Made in China的那些 中國類型的東西 其實很多 可以是買到馬來西亞 或者台灣的出產的選擇 就是你會難找一些 但是會有 甚至乎有些少量的 可能有些可以香港出產的 都有 但是你去到外國 你都要有回 可能差不多的大牌子 才會 入口都進去這樣 那就未必那些 那些小的 你平時在香港找洞 會找到的那些 alternative 的話 你在外國就真的很難找到 沒有的 尤其是去到那些地方 它那個地方 福原這麼廣闊 日口這麼多 它一定進入的時候 一定的量很大的 是 你要量勢怎麼做 神經病 我知道有殘體字 可能是馬來西亞出產 但是 那我懂得字 我懂得看字 我會看一下後面 它寫Made in China 還是Made in Malaysia 我又懂得看上面的簡體 我又懂得看上面的英文 我怎麼會不知道它在哪裡做呢 所以我就買了 我有個選擇 我買鹹魚的時候 有個選擇 有中國和馬來西亞 我就買了馬來西亞的鹹魚 是啊 我都知道它是殘體字 但是我反轉看到 它是馬來西亞製造 哈哈哈哈 那我就可以買 哈哈 是啊 但是有時候沒得選 各樣有得選 我都不想的 因為我都是 因為我很擔心吃的東西 吃入口的東西 所以我盡量 可能廚具類 或者食物類 我都盡量不買Made in China 但是真的沒有選擇 你去到外國的時候 是 但是下下就被人去 就是拿這些東西來去撿你 那真的都相當可憐 是的 但是開一開 如果他們那些 你開一開我的廚櫃裡面 哦 這些 那些大陸的東西 Made in China 你給我找Made in China 那些東西給我 哈哈哈哈 真的沒有了 是啊 唉 所以去到外國也有不同的困難 是 更加難避開Made in China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 那些黃絲純粹 站在自己的道德高地 我真的不信你家裡 我真的很想去那些 那些說一定堅持 Not Made in China 那些 我可不可以家房 我可不可以找你家裡找一次 我首先我就想看一下 他那部 拿來回留言那部電腦 或者電話是用什麼來做的 哈哈哈哈 哪裏都是啊 哈哈哈哈 是啊 那些電子很多都是在中國做的 是啊 哇 你現在要找到電話 不是中國制多難 難啊 難啊 現在iPhone有印度廠 現在iPhone就有機會 可以在中國做的 但是一定要是 首先是最新的那部 才有機會 不是在中國做 哈哈哈哈 是 沒錯 就是這樣 唉 所以這次就到這裡 那希望各位 如果你在英國的話 祝你平安 還要低調一點 黃絲帶很恐怖 你不要和他們討論這些 你不要分享 你不要亂跟他們分享 任何東西 是啊是啊是啊 很危險 你分享什麼 你以為你自己很nice 和他們分享 然後他就吵架你 是啊 他說什麼 你就隨便說 是啊是啊是啊 那就算了 是啊 很危險 很危險 所以某種意義上來都說 英國比香港更加危險 哈哈 我說 因為在香港其實你可以不用對 你避得開那些人 你的生活圈子 不用是那些人 哈哈哈 你去到英國 然後因為那些人 你大家香港人 反而他們走來認親認識 大家香港人我們朋友 然後他發現了 你家裏有美甸 然後又吵架你藍絲 哈哈哈 是啊 然後又或者可能發覺 你開餐廳 你居然有些食材是中國來的 哦 你這個死藍絲 又說大家黃到金 是你自己黏著 說大家自己人 又不是我黏著 哈哈哈 是啊 然後問他 你工作或者生活上 沒有用大陸的東西 然後又不是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他呢 你離開 以前有沒有用淘寶 我覺得一個月已經KO了 當然不是啦 他那些是迫於無奈 哦 你那些是為了賺錢 無所不用其極 哈哈哈 哈哈哈 他呢 生活艱苦 是啊 所以被迫著要 是啊 你就想著 你就其實貪錢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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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所以就是要盡力避開那些人 避開那些人 是 和你爭不了啊 一定輸的 哈哈哈 他適合的 哈哈哈 他就生活不仁啊 你呢 就 喂你做生意肯定有夠錢啊 是啊 說你居然還要 哇這樣賺到盡 是啊 用中國的東西 還不是為了省錢賺錢 是啊 是啊 唯有賺多些 哈哈哈 賺好可憐 很危險 是啊 沒錯 你盡量遠離那些人啊 如果你在英國的話 哈哈哈 哈哈哈 我收到課金啊 多謝 這麼厲害啊 一百元早晨 還有一百元攀石十八米 我感到驚訝 謝謝 謝謝 多謝 我們今天就休息一會兒 下一節回去繼續 看完節目 記得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頻道 收看最強頻道 訂閱熱血時報